但一來看到我們的獨家報導 就在柯文哲的遭到炎壓之際 我們獨家掌握到 在前兩天下午的時候 陳佩琪跟黃珊珊 竟然是一同現身在萬華的一家律師事務所 這個事務所是做什麼的 他們最文明的就是反洗錢的顧問諮詢 為什麼兩個人會一起出現在這邊 目擊到的民眾說 當時兩人是毫不避諱 直接在電梯口跟顧問團隊討論到 包括洗錢 包括對價等等非常敏感的字眼 而且這個他們去找的顧問 其實是赫赫有名 當年在2009年的時候 曾經辦過扁案 我們帶你來看 實際登門拜訪這家 拉斐爾國際法律事務所 工作人員說負責人整個下午 在接待客戶不便受訪 不過柯文哲妻子陳佩琪 與民眾黨立委黃珊珊 4號被募集前來這家 主打洗錢防治的顧問律所 其背後負責人可是打有來頭 2008年9月現身逃機 立刻遭記者團團包圍 他是慶起人 出身自司法官29期 在司法圈又被誉為侠女 涉獵範圍南瓜反洗錢 從夜多年最關鍵一意 就是前總統陳水扁涉貪案 當時是北檢主任檢察官 單槍匹馬遠渡重陽 飛往新加坡與瑞士 與當地的司法體系成功接洽 從此一戰成名 大方秀出先前這塊 反洗錢徽章 放眼全台數千名司法官 慶起人率先取得 反洗錢師資格 2017年退休後 不免轟動司法界 不過不同於其他人 開設律所慶起人選擇 轉身投入反洗錢古文公司 你有看到超人或蝙蝠俠 說他累了嗎 是吧 所以呢 女俠不可以累 別人要叫我女俠 那要做女俠的話 不容易 談起自身專業 難掩自信 不過這回黃珊珊與陳佩琪 找上女俠 到底為哪裝 接稿前 實際致電慶起人 依舊沒有正面回應 只透過文字表示 將嚴格執行客戶保密義務 且方面利益衝突 無法針對任何個案 做出評論 不過結合慶起人的專業背景 曾深入追蹤 扁案的名嘴 這樣解讀 陳佩琪 曾經匯款 四百多萬 到三個子女的帳戶 我們講還是一個懷疑 他是不是擔心 他的三個子女 會被列為 是洗錢共犯 外界輿論一波接一波 眼下又爆出夫人派 奔走反洗錢律所 背後原因就等檢調 以以釐清 記得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